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 盲种 盲种又在民间又称为忙碌的忙 忙着种 那唐老师这个盲种究竟在忙点啥呢 它是三下的忙 就是下收 下种 还有下馆 下收呢就是收的是麦子 下种呢指的是插秧 种了秋季的作物 然后下馆呢只是春季种的这些作物呢 需要施肥 浇水 出草 所以呢就是非常忙 都赶在这十来天的时间里头 那忙种就是一年中最繁忙的一个时节了 对 今天呢在我们这儿 也有一个插秧的一个活动 我们可以去看看 好 我们去体验一下 对 大概几颗啊 大概四五颗 然后呢插的时候的这两个手这样 那这样插到插到地里的时候 你就首先进去 然后把秧带进去 然后保存 就保存横平树枝就可以了 横平树枝 因为这样它保存通风通光嘛 刚刚学着插了两列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好 老师刚刚我们体验了插秧 那么古代人在这个播种和收割方面有什么神系 对 我们这个展厅里展示的都是这个卤业生产的全过程的这些工具 梨呀 然后大呀 磨呀 楼车呀 等等这些工具 那带您看几件呢 特别有意思 这个呢是楼车 这个楼车呢最早呢发明西汉时期 其实就是最早的播种机 那么比西方它们改进的这种播种机呢 要早一件六七百年 你看它楼车有三个楼角 三个楼角呢就是种子播杀的这个三个口 它这个斗里头呢装种子 然后种子顺着这个漏到的每个楼角里头去 身后的这个呢就是叫风扇车 它也是在盲种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工具 我们说麦子晒干以后我们要把它脱离 那么就是它用那个风扇轻吹风 然后种的它就在近处 就这个地方它就落下来了 就是轻的就被吹到了远处 这样的话呢就把麦粒和麦壳麦芒 给它分离了 所以我们盲种啊用到的农具呢是最多的 那么这些工具都体现了咱们鲜明的智慧 它往往是因地之夷的 往往呢是很适合它的生产劳动需要的工具 体现了人们的这种生产的智慧 它是每个智慧的爱 我们不在买到的 它是每个智慧的